众所周知,我国拥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也有着世界上第一大的人口数,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,也很向往这个国度,可能在很多人眼中,中国是一个值得人留恋的地方。 近些年我们也知道,印度的经济在不断的发展,很多印度朋友会在假期到中国旅行,他们来到中国,对中国的这一现象很不解,但同时他们又感到很羡慕,印度人民,相信大家也都了解印度这个国家,往往印度给我们的印象都是脏乱差,印度的经济也没有我国经济发达,各方各面低基础设施也不健全。 另外,印度经常发生一些重特化安全事故,因此,很多国内的朋友不敢去印度旅游,在印度,可能一些无良媒体会在当地会报道一些虚假的信息,把中国一些偏激的现象进行不怀好意的扭曲捏造,然后传达给印度人,因此印度人来到中国后,往往发现中国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般。 印度媒体 这方面发展的都比较好,在城市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高楼大厦,城市的居民也比较热情,中国的安全系数也比较高,很值一人居住,中国当地不用特别担心,会发生一些气害到女性健康的事情。 这让他们很欣喜,他们不仅感叹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差距还是挺大的。 就光从住房条件这方面就能看出,印度人在中国,有些印度人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,觉得已经习惯了中国这种一个人一个房间。 不需要过于担心温饱问题,不必特别在乎突如其来的人生安全问题的生活,回到自己国家反而可能会觉得不适应,尽管他们也非常渴望有自己单独的房间。 但还是要面对现实,要重新适应原来的生活,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